请收看 汇律法师 佛学讲座 就是你自己心稳不住 你认为别人在给你起烦恼 那是因为你自己的涵养不够 没有那个涵养容纳别人的意见 所以在纳授分别外物 就会一直起烦恼 那么这起烦恼不是境界给我们起烦恼 是我们的能力不够 没有降服自己家贼 家贼难防 山中之贼溢除 内心之贼难防 所以是自家贼在劫功德彩 所以我们被这个贼偷走了 抢走了自己都不知道 一直起憧恨一直起执着 一直几万百万的计较 到最后业力献权 双手一放回老家六道轮回 我们的清净自信 所谓功德彩就是清净自信 只要你动一个执着 你动一个分别心 你的功德法财就被你自己的心贼 可以接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打赏